欢迎大家来到沈阳华湖大学来学习 大家经过不容易的高考来到了沈阳华湖大学 我首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的名字叫做王传胜 我叫王传胜 我的办公室在我们学校二号实验楼 现在叫做孟西楼 一楼的107房间 我的办公室的电话是这两个座机 我的邮箱是这样的 这个电话和邮箱大家可以记下来 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可以随时找我联系 打电话也可以 发邮件也可以 我基本每天都在学校 如果没有课的时候都可以去找我 去找我的时候 如果没有课的话 我就都可以给你们进行课程的答疑 当然其他的一些事情要找我的话也可以 我们来介绍一下无形化学的课程 无形化学课程厚厚的一本书 我们经过多年来的教学实践 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 我们的无形化学课程分为一学年上完 那么总共学识是64学识 上学期上32学识 下学期上32学识 那么我们现在进行的就是第一学期的32学期的32学识的学习 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课程 先来给大家说一说第一章序论 化学 大家经过高中的学习 已经对化学有了一些了解了 化学是无处不在 化学是无处不在的 现在的社会已经离不开化学了 你睁开眼睛 随便一看就全是化学品 当然这个化学品有天然化学品 有人工化学品 如果你对化学知识有了一些的了解之后 我经常开玩笑说的 那么我们眼里看到的就不是 不是窗帘 不是桌椅板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各种元素 无极化学就是来专门来研究各种元素的一门学课 那么说起来这个化学无处不在 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 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 比如说次然界里边 有存在着92种天然元素 这92种天然元素就构成了世界的万物 就构成了世界的万物 那么当然我们人类本身也是有化学构成的 也是有化学构成的 我们人体内可以找到这92种天然元素的81种 有的同学可能说了 王老师你说的太夸张了 那81种元素 我就不用想 平常的元素有毒有害的就好多 你说你在体内能找到81种 那我们这人不都是平常就带着有毒的元素生活的吗 确确实实是这样 由于现代工业的发展 这社会的环境的污染已经非常严重 所以有很多元素都可以在体内找到 我们所说的人类必须的元素 人类必须的元素 有一些 还有一些人类是可有可无的 还有一些是人类完全不需要 人类完全不需要 那么我们人体的重量 99.945% 是由前20个元素里边的11种元素组成的 我们可以看看屏幕 是由这样的碳 氢 氮 氧 磷 硫 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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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元素构成的 当然不是以元素的单质形式存在 而是以化合物的形式存在 这些元素就构成了我们人类体重的99.945% 那么另外的0.055% 0.055%的元素 就是我们有一部分 就属于微量元素 有一部分是我们人体必须的 缺少这些微量元素 那么我们人体就会有病 有一部分是可有可无的 那么我们在体内都会找到 每个个体内几乎都会找到这些元素 那么这些元素在我们体内起的什么作用 目前还不清楚 因此把它归纳为可有可无的一类 还有一部分就是有毒有害 那这也就是刚才同学们担忧的 那么多元素我们体内都能找到 那我们岂不是害病了吗 就像我刚才说的 现代社会的污染太严重了 所以这些有毒有害的元素 可能都会在我们体内找到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有毒有害的元素 都在我们体内找到 我在这里说的是所谓的81种元素可以在人体内找到 是不同的人体里发现了有不同的元素 总共的元素加起来 一共构成了这81种 一共是81种 那么举例子来说 有害的拱 签 隔 这些元素 由于环境的污染 在体内 尤其严重的是像这个 隔 不是 这个拱 拱的中毒呢 拱在进入体内是累积性的中毒 累积性的 在你体内 只要进入体内 就不会再排泄出去 一直在你体内累积下来 因此 当我们对一个个体来进行检验的时候 它体内含有的拱元素 你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 如果你不清楚 它的工作历程 生活经历的话 你根本都不知道 它这个拱元素是在哪 污染到 吸收到体内 但是并不是 体内有这些有毒有害的物质 我们就一定会生病 有一些是很少 很微量 我们在这里说的是 这81种都可以找到 是采用的极限的分析方法 极限的分析方法 都可以找到 有一些有毒有害物质在体内之后 并不一定导致我们生病 反过来 我们所知道的无毒无害的元素 也可以生成有毒有害的化合物 比如说碳氢氧氮氮 这样就可以生成一些有机化合物 而一些有机化合物 其中的一部分是毒性很大的 对人体的危害是很严重的 是很严重的 所以说无毒无害的元素 不一定生成的是无毒无害的元素 有化合物 有毒有害的元素进入体内 也不一定非得发病 但是总而言之 环境污染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有毒有害的元素 尽量少的进入我们体内 这是我们搞化学的 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那么我们体内 是由这个十一种 主要由这十一种元素构成的 它们都是以化合物的形式存在 但是它们这个化合物 生成了之后不是静止不动的 它们是不断的变化的 这些化合物不断的来生成新的化合物 不断的来生成新的化合物 也就是说不断的发生化学反应 比如说 比如说 同学们都喜欢运动 运动完了之后 肌肉会发生酸痛 那么这就是发生了化学反应 生成了肌肉酸 生成了肌肉酸 那么胃里边有无毒化合物 盐酸 0.1摩尔浓度的 那么我们一块要到吃饭时间 一想起食物 嘴里就分泌出大量的唾液 这都是化学反应的结果 胃酸是起到分解食物的作用 那么唾液也有着分解食物的作用 那么我们体内还有一些化学的化合物 还有一些化合物 我们像这个屏幕上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化合物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血红细胞 我们血液里的血红细胞 由于这些血红细胞的存在 从而使得我们的血液呈现出红色 那么这个经过化学分析方法发现 血红细胞主要是铁的配合物 是铁的配合物 那么所有的高级动物都具有着红色的血液 原因在于什么呢 原因在于红色的配合物 血液中这个红色的配合物 也就是血红细胞 它对养的运载能力非常强 这样就可以支撑高等动物的运动 支撑高等动物的运动 那么有一些动物 有一些动物它需要的养比较少 所以它就没进化到体内生成红色血液的历程 因此它的血液不是红色的 那么是什么颜色的呢 我们看一看 它是有这样一种动物 现在这还是血红细胞的放大土 血红细胞放大土 我们来看一看这样一种动物 大家可能都不一定见过 这种动物叫做猴 俗称水瓶 又叫马蹄瓶 它血液中是蓝色的 为什么它是蓝色的呢 从化学角度看 因为它是铜的配合物 它这个血液中的细胞是铜配合物 原因在于它生活在水中 生活在水中 水里边的含氧量比较少 所以它也捕捉不到那么多的氧气 然后它所捕捉到的氧气 运载起来也不用那么大的量 所以它就蓝色的细胞 也就是铜的配合物的运载 就可以支撑它的存活了 存活了 这是马蹄蟹 就是叫做猴 它是一个很古老的生物 那么还有一种生物 还有一种生物 这种生物大家肯定是没见过 这种生物叫做海鞘 海鞘 它所具有的血液 它所具有的血液 是绿色的 是绿色 化学的观点看上去 它这个绿色的血液 是蓝的配合物 是蓝的配合物 这种海鞘它生活在深海中 非常深的海水里 那么大家都知道 随着水的深度的增加 水的压力增大 水中的压力增大 那么水里边的含氧量会减少 由于它生在深海里边 它生存在深海里边 所以它的活动半径非常小 它的活动半径非常小 因此它所处的环境 是氧气是非常稀薄的 所以它也捕捉不到更多的氧 因此它运在氧的时候 也不需要多大的能力 那么这个蓝的配合物 就可以满足它的要求了 在整个的进化过程中 不同的血液 不同颜色的血液 决定了这个动物 是受这个动物 它是运动量的耗氧量 来决定的 那么海鞘 它的耗氧量非常小 这是从化学的观点 看一些事物的本质 从化学的观点 看事物的本质 那么这个化学 不仅仅是现代化社会 我们全都可以用化学的观点 来判断 在整个人类的进化史过程中 都从来离不开化学 都从来离不开化学 那么就像我们屏幕上 给大家打出来的化学贯穿于人类的整个进化史里 贯穿于人类的整个进化史里 那么我们化学可以自豪的说 对化学知识的掌握 标志着人类从野蛮走向了文明 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自豪的说呢 大家应该学过进化史 应该知道人类是怎么样从野蛮走向文明的 怎么样啊 对 对火的知识的掌握 是人类从野蛮走向了文明 那么火是什么 火是一种化学现象 化学变化 就是一种氧化火源反应 燃烧的过程 就是一种氧化火源反应的过程 所以说人类掌握了这个化学反应 掌握了化学知识之后 从野蛮走向了文明 当然呢 这是我们化学夸张一点说 当时人们掌握了火 只知道可以用火来做熟食 对不对 只知道火可以来驱暖 驱寒 保暖 他并不知道火的本质是什么 并不知道火的本质是什么 那么其他的学科呢 对人类最开始的人类掌握其他学科知识的时候 也并不知道这个学科知识的本质是什么 但是他掌握了其他学科 他不敢说 他可以使人类从野蛮走向了文明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现在社会都知道 如果嘲笑谁很弱智的话 就说他不实术 不实术 但是实术了不见的是文明 不实术不见的是野蛮 比如说举一个例子 那么上一个世纪五十年代 德国有一匹马叫做汉斯 他就实术 他就实术 你主人说一个术 他就会抬蹄子 剁几下蹄子 十以内的没问题 完全正确 完全正确 那他懂术了 这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事情 我们还可以上述到更远 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朝三暮四 朝三暮四 说的不就是猴子吗 早上给他三个 晚上给他四个 对吧 他能分清楚哪个多哪个少 那么这是将近三千年前的了 三千多年前猴子就知道三和四谁多谁少 那么他又进化了两千多年 他从野蛮走向的文明吗 没有 没有 马经过了八九十年 那个动物 食术的马已经死了 其他马也没再继续进化 所以对数学知识的掌握 并不能证明 他从野蛮走向文明 不能使一种生物 一种动物 从野蛮走向文明 那么物理知识的掌握 很多动物都会物理 利用物理的原理 利用物理的原理来捕食 筑草 比如说蜜蜂 蜜蜂柱的这个草 科学家发现 它是非常紧密的 非常完美的正六角形 经过计算 说这样的六角形 剩原料 毛固 那蜜蜂从野蛮走向了文明吗 没有 很多其他的学科 也都是这样 很多其他学科也都是这样 只有化学 人类 对化学知识的掌握 从野蛮走向了文明 而其他动物 你看 他们对化学知识掌握吗 到现在为止 他们还是畏惧火的 所有的动物都畏惧火 一看有火 他们就远远的躲开 所以 大家在野外生存的时候 如果没有 不能及时的回到你的树营地的话 那一定想法要隆起一堆火来 当然这是 在中国的话 你可能很多地方你就是没有火也没有野兽了 如果你到国外旅行的时候 如果到一个偏僻的地方没有输营地的话 那么你一定要隆起一把火来 以驱赶野兽 这就是化学知识的掌握 使人类从野蛮走向了文明 那么 我们在学习无极化学之前 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化学 什么叫做化学 化学的定义 有几种 我们可以看一看 不同的工具书上的定义 首先第一个定义是磁海 中国著名的工具书 叫做磁海 它定义的 什么是化学呢 化学是一种 自然科学里的一个部门 是研究物质 这物质里边包括单质及化物 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 及其变化规律的科学 这是磁海里的定义 那我们再看一看另外一个工具书 这工具书叫做中国大百科学书 化学卷 它定义的化学是什么呢 是研究物质的性质组成结构变化和应用的科学 我们比较一下这两个工具书 这两个工具书组成都提到 结构都提到 性质都提到 变化也提到 只不过大百科学书里边说到了应用 说到了应用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工具书 叫做化学发展简史 化学发展简史 它说的是好像更详细一些 他说主要是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和性质 研究物质在原子和分子水平的变化规律 以及变化过程中的能量关系 你看他还是说到了组成结构和性质 然后他说到这个变化 变化是在原子或者是分子水平上 然后还提到变化过程中的能量关系 还提到变化过程能量关系 这样的三个定义 就给化学准确的定义出来了 我们要研究的化学 我们要研究的化学 一定要考虑到物质的组成结构和性质 然后我们要看看它的变化规律 变化过程中的能量关系 然后还要把化学应用于生活时间 生产时间 不能学完化学空中楼阁 一天到就是做理论的化学研究 如果这化学始终是这样进行的话 那么这化学就不能生活的 不能发展到现在 化学一定要注意应用 经常有人开玩笑说 不是开玩笑 经常有人很仰慕的说 哎呀老师 你们学化学的可太容易挣钱了 很多东西一对就可以卖出去 这是一方面说明了我化学应用之广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 他对化学的了解比较肤浅 化学确确实实那样 很多东西都可以用化学方法生产出来 但是并不意味着一堆进去就赚钱 对不对 并不是这样 这就是化学的准确的定义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化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由这化学的定义 实际上我们已经知道了化学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个要研究物质的性质 要研究物质的性质 物质的性质包括 大家从高中那时候学习就已经知道了 物质的性质包括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 物理性质无非就是熔点 费点 年度 比重等等 我们化学里边要注意 要重视各个化合物的物理性质 但是我们更注重的是它的化学性质 我们更注重它的化学性质 我们在合成反应过程中特别关心它的化学性质 如果它的化学性质不活泼的话 它就不能进行化学反应 所以这种化合物它就不会作为化学原料 但是化学进入应用之后 化学进入应用之后 我们反倒希望的是一种化学性质不活泼 这样的话才能被我们长时期的应用 长时期的应用 那么这个时候它的熔点 费点 比重 年度 以及颜色 反倒是不关心的内容了 反倒是不关心的内容 比如说大家现在做这个磕桌 这个磕桌我们做成了之后 这种化合物表面是一定有化学的 是高分子的负膜 这种高分子的负膜我们就希望它稳定存在 然后我们现在做的是黄色的椅子 我们还希望做成粉色的 绿色的 甚至有的时候做成红色的 那这不就关心它的颜色了吗 当然这种颜色不一定是一种高分子负膜本身所具有的 我们可以里边加进另外一些化学化合物 让它呈现不同的颜色 那么我们也关心它的熔点 费点 你别坐出你这椅子来 看的是挺好的 30度就融化了 对不对 水扬的天气就是不热不热的时候 它也会霞天有的时候 它也会接近30度 对不对 所以这个真正应用的时候 我们更多的关心的是它的物理性质 在我们化学研究过程中 更多的关心它的化学性质 第二点 化学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研究物质的组成 研究物质的组成 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是一种归造土 归造土一直都认为它是土 就认为它是土就完事了 那么从化学的观点一研究 这种土和另外的土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什么地方呢 它是由二氧化硅和几个结晶水结合在一起的 几个结晶水是不一定的 是不一定的 因此一分析黄土 黏土 高凌土 硅造土等等的化学成分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 所以 这就是化学所解决的第二个问题 化学所解决的第三个问题 就是来研究物质的结构 物质结构 刚才我们说过这个归造土是由二氧化硅和 N个结晶水构成的 那么我们把这个结晶水去掉之后 可以得到不同的 当然这个过程需要纯化 可以得到不同的结构的二氧化硅 不同结构的二氧化硅 那么可以得到实营 临实营 方实营 可以得到实营 临实营 方实营 我们还可以得到另外的二氧化硅的化学过是什么 玻璃 玻璃 不同的 二氧化硅的化合物 那么原因在于什么呢 原因在于他们的结构不同 结构不同区分在什么呢 有同学可能化学知识学得很好 会知道二氧化硅为什么会呈现出 表现为这样不同的化合物 那有同学可能忘记了这一点 那么为什么二氧化硅会形成这样一些不同的化合物呢 原因在于二氧化硅同样都是二氧化硅 但是氧和硅之间的位置会有变化 这个位置的变化的不同 导致生成的化合物的结构不同 虽然我们最后分析的都是一个硅两个氧 硅和氧之比都是一比二 但是他们之间的排列的位置 次序不同 导致他们生成的化合物不同 另外一个例子是四个碳 十个氢一个氧 这样的有机化合物 那么由于他们之间 这个各个分子之间的排列的次序不同 结合方式不同 所以生成了不同的化合物 比如说丁米 丁米它也是四个碳 十个氢一个氧 那么丁纯也是四个碳 十个氢一个氧 那它这是构成了完全不同的化合物 通过这个例子 大家可能看就会更清楚 各个原子之间距离的排布的方式 以及次序不同 会导致他们生成的化合物 完全不一样 化学所解决的第四个问题 就是研究物质的变化规律 物质的变化规律 这个物质变化规律 我们举例子来说 比如说水 水是由两个氢和一个氧化合而成的 但是这两个氢和一个氧 是不是随时都可以化合成水 它在什么条件下的转化率是最大的 为什么空气里边的氢和氧 不会发生反应 这就是这个变化的规律 是我们化学所要研究的内容 那么然后还要研究 不仅仅要研究它的化学性质 我们还要研究它的物理性质 比如说还是水 为什么它会在100度的时候沸腾 为什么它在0度的时候结冰 为什么它在4度的时候比重最大 这也都是我们研究的 这个属于变化的内容 也都是我们所需要研究的 所需要研究 那么在对化学 物质化学进行学习之前 我们来整个把那个化学的发展历史 回顾一下 把化学的发展历史回顾一下 化学的发展历史 可以分成大的分成三个期时期 详细的再分又多出两个时期 也就是一个大的时期内会分出两个小的时期 总共是三个大时期五个小时期 第一个叫做萌芽时期 萌芽时期是从古代一直到17世纪中叶以前 这个萌芽时期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前后两期 前后两期 前期是四世纪之前 我们都把它称为古代化学 我们都把它称为古代化学 那么后期是四世纪到17世纪的中叶 为中古时期 那么在这个前期 古代是化学知识完全处于萌芽时期 那么在这个时期 中华民族在这个时期里 对化学知识的贡献 值得大数而特殊 值得大数而特殊 比如说陶瓷 金属的冶炼 纸的发明 这些都可以值得大数特殊 那么还有火药的应用 还有火药 四大发明里边 造纸火药都是化学知识 都是化学知识 我们可以说中国做出了结束的贡献 当然中国也还有另外的结束的贡献 那么就是叫做炼丹术 或者全程叫做金丹术 就又想炼金又想炼丹 中国人在这方面 也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 我经常把它称为叫做荒诞中诞生的科学 这些人呢 他不是真正想研究化学 他想研究怎么样长生不老 研究怎么样能把一些东西变成值钱的东西 可以炼出黄金炼出白银 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 这显然是痴人说梦了 但是由于他这么乱做 结果反倒对化学知识进行了 促动了化学知识的发展 这个金丹术并不仅仅在中国 有西方也有 西方也有 也是对化学知识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比如说我们所很熟悉的一个元素叫做磷 他就是一个炼金的人所发现的 他本身发现了这个磷之后 认为没什么大用 就卖了一点小钱 等着把制作丹志林这个方法买去这个人 反倒靠着他发了大财 这以后的课程里会给大家介绍的 这是第一个时期 叫做萌芽时期 分成前后两期 前后两期 第二个时期 第二个时期 叫做近代化学时期 近代化学时期也分成前后两个时期 近代化学时期整个的说起来 就是从17世纪的后半夜到19世纪末 这个时期分成两个时期 前期是17世纪的后半夜到18世纪末 属于近代化学的孕育时期 近代化学的孕育时期 那么这个定义是从1661年 波伊尔提出了科学的元素说开始 一直到1803年 道尔顿提出了原子论之前 提出了原子论之前 这是属于近代化学的前期 近代化学时期的前期 那么近代化学时期的后期 是整个19世纪 这是近代化学的发展时期 那么这个时期是从道尔顿的原子学说的建立开始 一直到原子可焚性的发现 一直到原子可焚性的发现 这是近代化学时期 这个近代化学时期 化学的发展是非常迅速 非常迅速 就常见的元素已经全部被发现了 全都被找到了 在这个时期 欧洲是世界化学研究的中心 是世界化学研究中心 第三个大时期 前面两个时期 萌芽时期和近代化学时期 都分成前后两期 那么第三个大时期 叫做现代化学时期 叫做现代化学时期 现代化学时期是整个20世纪以来 从20世纪开始一直到现在 100多年 这100多年 叫现代化学时期 当然化学就要发展到现代了 很多化学研究上升到了理论的层面 提出了很多化学理论 提出了很多的化学理论 能够对发现的化学现象进行系统的解释 然后 这个时期里边的中心 前一段时间还是在欧洲 以德国为主 在1945年之后 转移到了美国 到目前为止 仍然是以美国为中心 世界化学的研究 仍然以美国为中心 这是以上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 化学的发展史 下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化学的学科分类 化学学科分类 化学呢 大家很熟悉 化学一说起来就有无级化学 有级化学 那么还有另外两个分支 不知道大家清楚不清楚 化学到了大学以后 学了化学之后就应该知道 化学有四大分支 有四大分支 第一 无级化学 第二 有级化学 第三 分析化学 第四 物理化学 一共有这四大分支 下面我分别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四大分支 首先看一看无级化学 所谓的无级化学 研究的是无级化合物 无级物质的组成性质结构和反应的科学 这无级物质包括了无级化合物和元素 所有的元素化学 所有的元素的化学 那么所有的化学元素和他们的化合物 除了碳的大部分化合物 那么碳我们研究什么呢 碳的化合物 我们在这里只研究二氧化碳 一氧化碳 二流化碳和碳酸根 和碳酸或者碳酸根 只研究这样 剩下那些碳的化合物归谁研究 归有机化学研究 归有机化学研究 有机化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呢 它被有机化学研究 主要研究是碳的化合物 因此有机化学又称之为碳化合物的化学 碳化合物的化学 它研究的是所有有机化合物的来源 制备结构性质应用 以及有关理论的科学 这是有机化学 很长时期 在历史的发展 化学历史的发展 很长时期 一直认为 无机化合物 就是由没有生命的东西产生的 有机化合物 就是由有生命的物质产生的 它俩是完全对立的 截然不同的两种物质 是两种物质 比如说无机化合物里边 不用说像我前面举例子 什么硅糟土 石鹰 盐酸 这些都属于无机化合物 还有各类的矿物 以及水 而有生命的物质产生的有机化合物 包括蛋白质 油质 淀粉 纤维等等 这都属于有机化合物 它们看起来是完全不同的两大类物质 因此长时期以来一直认为 它们是不可能互相转化 直到1828年 1828年 德国的化学家叫做威勒 他发现了这样一个实验 把这个无机物 无机物 晴酸碍 晴酸碍 加热 就可以智得尿素 这边 左边是典型的无机化合物 右边是典型的有机化合物 从而 这个实验就推翻了 无机化合物和有机化合物的界限 也推翻了 有机化合物 只能有生命力产生的这样的说法 只推翻了 有机化合物 只能有生命力产生的说法 明确了 无机化合物和有机化合物 是完全可以相互转变的 相互转变 这是有机化合物 它研究的 就是碳化合物的化学 它的碳化合物里边 不包括刚才我说的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二流化碳和碳酸 第三个分支 化学的第三个分支 叫做分析化学 分析化学 分析化学 是从无机化学 有机化学里边独立出来的 那么这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 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后 对化合物 对单质 它的组成性质 结构的研究 已经就日益显得重要起来了 日益显得重要起来了 因此就需要研究出专门的方法 来解决这些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这些研究这些方法的人多了之后 就逐渐的形成了一门 既涉及到无机化学 也涉及到有机化学 但是主要侧重于分析的这么一门学科 也就是分析化学 分析化学 主要研究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物质中物质 各个物质是由哪些元素 或者是集团来构成的 这样的话把它称之为定性分析 定性分析 只要说出它有哪些元素 或者它有哪些集团 就可以了 第二个研究的是不仅仅要知道是有哪些元素 或者是哪些集团 还需要知道它们在里边所占的量是多少 然后还要知道我们所要 我们所得到的这种化合物或者单质 它的纯度如何 这个被称之为是定量的分析 定量的分析 分析化学研究的第三个问题 是研究这一个物质力 为什么它的组成是相同的 比如说刚才我说的二氧化硅 为什么二氧化硅都是两个氧一个硅 却可以变成方氏婴氏婴 还可以变成玻璃 那么因此第三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原子之间彼此是靠了怎么样连接而成的 原子彼此之间是如何连接而成的 这个还有加上一个 它们在空间是如何排列的 这个属于结构和立体分析 属于结构和立体分析 这是分析化学要解决的 这样三个主要问题 它研究的对象可以是单质 也可以是复杂的化合物 还可以是复杂的混合物 可以是大分子 可以是小分子 可以从无极物到有极物 那么可以从低分子量到高分子量 比如说可以研究的 实际正其次方的原子质量 那么研究的对象 这个组成可以是存在的物理状态 可以是气态的 液态的 固态的 研究的对象量的大小 可以从100克以上 一直到微克以下 研究的发表是非常广的 非常广的 分析化学呢 它呢是主要是以化学的基本理论 作为基础 然后加上实验的技术 然后加上实验技术 当然呢 现代分析化学呢 还会吸取物理 生物 统计 计算机 自动化 这些各个方面的知识 把这个分析化学充实起来 因此它变成了一本独立的学科 变成一本独立的学科 分析化学要是最简单的那部分 四大笔定 非常简单 如果要是现代分析 那就涉及到很广的知识了 很广的知识了 第四大笔定 叫做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呢 是以物理的原理和实验技术为基础 研究化学体系的性质和行为 发现并建立化学体系的特殊规律的学科 物理化学是以物理的原理和实验技术为基础 那么因此它和分析化学是紧密结合的 很多的分析化学 都应用了物理化学的原理 很多分析化学方法都应用了物理化学的原理 那么物理化学这个课程呢 由于它涉及内容比较深奥 所以学起来很难学 希望大家呢 以后学到物理化学的时候重视起来 我在这里面就不跟大家多说 这个物理化学的东西了 以上给大家介绍的就是 化学的四大学科 四大分支 化学的四大分支 那么实际上啊 现在这个化学分支呢 还有人提出来化学是由五大分支构成的 这五大分支都是什么呢 除了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四大分支 有的人说起来包括了生物化学 有的人说起来包括了高分子化学 包括了 随着化学的发展 又出现了一些边缘学科 又出现了一些边缘学科来结合 因此出现了一些新的分支 我们来看一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有环境化学 海洋化学 地球化学 宇宙化学 星际化学 石油化学 还有半导体化学 高分子化学 催化化学 以及辐射化学 这些呢 是一些新的分支 那么我们说的这些新的分支呢 有的已经 占了很很重要的位置 比如说这个高分子化学 现在已经很重要的位置了 甚至都要变成 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 都要变成化学的学科的第五大分支了 第五大分支 这是一些新的分支 那么大家以后工作呢 不知道你就会搞什么呀 搞什么工作 可能会遇到不同的分支 但是不管学用的是处于什么边缘学科 做的是哪一个分支里的工作 都离不开四大化学 所以大家要把无极化学学好 这四大化学里 无极化学又是基础中的基础 大家要重视起来 大家要重视起来 还有一个分支叫做金属有机化学 那么 说起这个要把无极化学学习习好 我们给大家简单介绍 下无极化学的学习方法 这只是给大家一个建议 那么每一个同学的他的学习方法是不同的 所以你可以采纳 也可以不采纳 仅供参考 那么无极化学的知识内容 是由这样的构成的 由事实概念定律和学说来构成的 无极化学的事实当然毫无疑问就是每一个实验的现象 每一个实验事实 那么因此它的构成是由事实开始 由于这个实验现象多了之后 才慢慢出现了概念 概念总结之后出现了定律率 更多的定律出现之后 可以归纳出一个学说 可以归纳出一个学说 这是无极化学知识内容的发展过程 那么科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是这样的 无极化学的科学研究方法 应该是搜集事实 搜集事实 然后建立定律 创立学说 这是科学的研究方法 科学的研究方法 应该是这样的 从事实开始 在以事实的基础上建立这个定律 然后创立这个学说 整个无极化学的发展过程也都是这样的 是一直这么样进行下来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是一个学生 我们学生 我们就没有必要去重新进行 无极化学知识的研究 你工作以后 你可以在某一个新的领域里边 从事它新的研究 但是在学习过程中 就没有必要去开展这个研究 那么因此 你就直接接受前人的研究成果 那么因此你的学习方法应该是 首先你来接受学说 那么也就是我 从今天开始 要跟你们喋喋不休所叙述的内容 这都是经过无数的化学前辈 终结出来的经验 定律 学说 理论 所以你先接受 你不要怀疑 你不要怀疑 你先接受 接受完了之后 由于你觉得这个学说有的很抽象 有很抽象 那么你要把它记住了 先记住了之后 再去领会 有一些学说 有一些学说很抽象 因此你要一定把它记住 那么你要接受学说 牢记定律 第三点 把抽象的变成活生生的事实 因此你要做实验 要做实验 无极化学 要有一些实验的内容 你要把你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验里边 应用到实验里边 这里边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你学的学说 理论 化学理论 你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你就记住它就行了 你这些定律 你也没什么可怀疑的 你就记住它就行了 如果说你要有一点怀疑的时候 那么你就去做实验的时候 去验证 看看人家是不是这么说 比如说三架铁 它就具有氧化性 二架铁 它就具有还原性 那么你就等着做实验 做铁固链通行 这个实验的时候 你就去做 你就看看铁 是不是就具有氧化性 那么你就看看 二架铁 是不是具有还原性 你做完了之后 发现确实是这样 你也就不怀疑这个学说 那么如果你做实验 做的不对 会不会就导致你 怀疑人家化学理论呢 不能 我在这奉劝大家一下 你们做这个实验 都经过上千万 上亿万的人次做过了 是很经典的实验 最有代表性的实验 所以只要是没对 那就是你做错了 那怎么办 重做呗 对吧 重做 所以你直接接受前人的成果 要按照接受学说 牢记定律和实验延证 这样的方式来学习 来学习 我们这个胡锡化学的学习过程 主要是以自学为主 到了大学之后 不仅仅是我们这个课程 是以自学为主 所有的课程都是以自学为主 你要有学习的自觉性 你要有学习的自觉性 那么自己学习的时候呢 要学会总结 学完每一章之后都要及时的总结 甚至每一堂课之后都要及时的总结 那么总结的方法给大家建议一下 采用这样的方式 首先总结一下概念 接着总结定律公式 然后总结一下这一章得到了什么样的结论 记住那些典型的实例 也就是我们在课上给大家举的这个练习 我们做这个例题都不是简单的一个例题 都是来说明一些问题的 都用它来说明一些问题 你这个典型练习 典型实例都记住了之后 对于你的学习是很有帮助的 最后一点 要把这个课程内容 能区分出来谁是重点 实际上你学完了 你真正能做到前四点了之后 你自然也就知道这个课程的重点 就知道这个重点 所以每一章之后的总结应该做到这些 要做到这些 在这个总结的过程中 还要注意这些 每一项每一条都应该注意到这些 以下这些问题 我们化学的原理 化学的理论 没有放置斯海尔接准 没有放置斯海尔接准 都是有一定的使用条件的 所以你要记得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每一个概念 定律 公式 它的应用条件和范围 它的应用条件和范围 一定不要盲目的使用 放在A条件下可以使用 放在B条件下就不可以使用 一定要注意这点 第二个 你在学习过程中 你要知道 找到哪个地方容易疏忽 容易出错 容易误解的地方 那么也就是你学习的时候 你发现 我昨天领会的和今天领会的不一样 这个地方要注意 为什么会造成你这样两天 或者是每次的学习领会的不一样 你要把它记住 要把它记住 那当然呢 也就包括了 你啊 你记住了刚才那些 你要就记住了 你出现了哪些误解 哪些错误 哪些疏忽 哪些疏忽 那当然呢 应该注意的问题 你也就知道了 你也就知道了 既然是以自学为主 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些参考书 我们这个是天津大学的无极化学教材 是工科教材 因此我们推荐的第一本参考书呢 也是工科教材 是大连理工大学的无极化学 大家可以到图书馆见 第二本教材是清华大学的无极化学原理 这也是工科教材 也是工科教材 第三本是南京大学的无极化学 第四本是吉林大学的无极化学 这两本教材呢 都是理科学院校的 都是理科院校 那么显得比前两本要显得深奥一些 深奥一些 那么你要说的拓展一下 在咱们课程的基础上拓展一下 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的话 你看我前两本教材就行了 你要想更深一点 开开玩笑 说的你要钻牛角尖的话 那么你就看看下两本教材 下两本教材 这图书馆都有 大家可以去借 那么还给大家推荐 你可以看看一些其他的参考书 但是你不管找什么样的参考书的时候 你都要注意找的是权威的机构 或者权威人士 什么叫权威机构 好学校的 对不对 你别找了吉巴掌学校的 很低的那学校的书你就不要看了 那里边人不会有太好的老师 这有点开玩笑了 那么找的时候要注意 找这样的 给大家建议 找这样的三个层次 第一要找同一个档次 也就是上面我跟大家说的 大脸理工 清华大学 这是同一个档次 换一个角度来理解 从工科院校的 那个 五级化学内容 来换一个角度来理解 第二个要高一个档次 就是南京大学 吉林大学这样的理科教材 它呢 叙述更严谨 更深刻 更深刻 有助于你 更深的理解这个课程内容 或者是有助于你学到更多的化学知识 那么在做到这两点之外 你还可以看一看低端的 低端的 低端的赖学校 对 大专教材都可以看一看 中专教材都可以看一看 为什么 因为它针对的学生 理解力显然不如你们 所以它要把一个复杂的问题 用特别朴实 平实 通俗的语言来叙述 可能我们学这个教材里边说的是 非常书面化的语言 你看起来可能有的时候感觉 哎呀 理解不了 你换一下这个低端次的教材 哎呀 原来就这么回事 就开玩笑就说的是 本来是好好说话全能听懂 我们这个好点教材非得给你说成真环体 非得给你拐一弯抹角一大圈 就是这样 以上就给大家介绍了 这个无极化学的序论的部分内容 好 今天这堂课我们先上到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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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